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这一次真的非常荣幸 透过这个曹董举办的基金会 认识到一些仰慕已久的大V 先前也合作过了一些 那今天又请到我曾经海外 这个连线合作的文昭老师 今天我们同样也邀请到博团好帅 从远方的高雄来到我们台北国 那想问一下文昭老师 这一次是第一次来台湾吗 其实这是我第二次 第一次是2020年 当时也是跟一个官选团 来观摩那一年的总统选举 所以这次是我第二次 上一次跟这一次 包含你观摩总统大选 这个心境上的体验 跟这次来到台湾 有没有去一些比较特别旅游景点 然后你有什么新的感悟 上一次来呢 实际上是香港问题 那个时候是最热的 所以那次的投票率很高 由于反送中运动呢 就把很多台湾年轻人逼出来投票 那这一次呢 实际上感觉氛围有一些变化了 就是香港议题已经降温了 反而是台湾内部的一些事物呢 可能是大家更加感兴趣的 但是这一次呢 对我来讲呢 其实体验更加深刻一些 因为上一次来 没有亲身参加那种选举造势活动 那这一次是在选前之夜3月12号 我们去了三个党的竞选造势的现场 是给我的印象蛮深的 民众党哥文哲的支持者集会那边呢 很明显放眼望去都是年轻人 大家头上戴着那个小草的标志 也比较活泼 它虽然组织性看起来现场不那么强呢 但是很有活虑 那么民进党呢 实际上它的造势活动的高潮 是在头一天 是1月11号 他们在凯道办了大规模的造势活动 现场犹如演唱会 那确实给人印象比较深刻 我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加拿大 都没有参加这么大规模的造势活动 加拿大的选举很简单的 加拿大又地广人稀 居住又分散 天气又冷 其实人们都不太愿意出来 那种大规模的人群聚集是比较少见的 这次呢 确实也算是我一个难得的体验吧 特别是看到华人这个群体 我本来以为华人这个民族 应该是性格比较内敛含蓄的 但是看到啊 这个人们还是这么有政治参与的热情 确实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国民党那边呢 放眼望去 当然都是老人 这大叔大审级别的支持者比较多 但是他的特点呢 就是比较有秩序 在这个新北板桥区体育馆的外面 是他们的集会现场 你看到呢 都是按照乡里唯一一个单位这个里长 马甲上 印着他是某某里的里长 然后领着这个乡亲们过去参加活动 都做得非常有秩序 这个让我看到呢 虽然说国民党看起来木气深沉一点 但是他还是有他的优势 就是他的基层动员能力还是很强 这是他百年大党的根基嘛 民进党那边呢 其实是让我感觉 他的造势活动办的是最好的 显然这个在民进党那边 他能够吸引更多年龄阶段的人 而且他组织活动呢 也更加有章法 他主要正刚诉求 在这个选举造势活动当中讲出来了 而且用这种大众能够接受的语言 传递出去了 同时呢 他又有情绪的调动 乐队去演奏 还有这个歌曲带动气氛 就各种情绪上的 理性上的结合的比较好 可见在民进党那边呢 也确实汇集了很多台湾社会的精英 那这次有没有一些 台湾的景点是你想去 但没有机会去到 这一次比较遗憾 就是事先要细化去阿里山和日月潭 但是由于这个媒体采访活动啊 参加各种行程啊 是非常会密集 所以就只好把它给取消掉了 希望下次能够达成这个心愿吧 那来问两位 你们有没有被小粉红攻击到 真的很伤心的经历 先请博特王来回答一下 很伤心的经历吗 我好像没有不会伤心耶 就是被小粉红攻击的话 我不会伤心 我会觉得蛮好笑的 跟我一样是个悲虐狂 那我这么问你好了 有没有感觉到孤独的时候 就是做政治中共 尤其是中共这一块 孤独吗 我觉得因为就是我们做节目嘛 就是你影片剖去之后 你分享你的观点 所以还是会有一些 志同道合的人来支持你 所以孤独感是还好 但是有时候我会感觉到 就现实生活吧 有时候会感觉到被排挤 这个因为我不知道海外做 这个立体的情况是怎么样 但是如果是在台湾的话 八九应该跟我有同样的感觉 但我们来 我不是要怪他们什么 就是个人选择 就是有一些人他会避免要接触到中共的话题 或是这些政治议题 然后所以他会不想要跟你同框 连同框他都不要 你要跟他拍照他也不要那种 然后我们做这类一题的也会 我觉得比一般的网红 还要再难接到商业合作一点 对 所以孤独感是还好 因为还是会有支持你的人 只是会偶尔会有一点被排挤的感觉 心疼的抱抱自知 因为我在做自媒体之前 实际上和海外的民主人士 反共人士已经有接触了 所以谈不上心理上落差很大 因为我知道你做这种揭露中共的话题 肯定会有很多人不高兴 也会招来中共网军的攻击 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会有 像刚才波特王雄所讲到的 在海外这个华人圈子 它其实更小一些 如果大家知道你是做反共题材的话 会和你保持距离 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背负的一个负担 就是我们应该承受的 你既然选择了这条路 那么剩下所有的事情你知道它就会发生 那你心里也会好过一些 也不至于特别意外 那因为最近中国它公布了最新的自己的经济数据 是成长了5.2% 对在我看来也是蛮不可思议的 为什么这种情况下它还是继续选择说谎 那这一两年内你认为中国要怎么应对这种窘禁 这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中国的消费在下跌 就业在下跌 失业率在增加 然后还有房地产 金融暴雷等等一系列问题 它还能说经济增长了5.2% 这个牛吹的都没有人相信了 所以它这个数字一公布以后 大家看到中国上海的A股和香港恒生指数都暴跌 这个就是大家对你公布这个数字的一个反应 意思就是说 所有人都看到了 中共政府没有任何解决问题的愿望 他连承认问题都不承认 既然这些问题不存在 他当然就更加不会去解决 那所有的人信心就崩溃了 就知道你不可能期待这个经济面有任何好转 政府不可能拿出任何解决问题的措施出来 而且还有一个细节比较有意思 是现在的这个总理李强在达沃斯论坛上说 这是在政府没有采取强刺激的情况下 都取得了5.2%的增长 那意思就是说 那今后就不会有什么刺激的手段出来了 这等于就是告诉大家 我可以把下跌说成上涨 那我就解决问题了 那我为什么还要再有什么刺激手段 去注入更多的资金呢 或者更低的利率去拉动经济增长呢 那你所有这些期待都没有了 它就跌下来了 那它这样玩到什么是一个尽头啊 它不怕就是玩到最后就是自己政权不保 或者是它不得已要做出一些什么极端的行为 巴炳兄是问的一个很好的问题 因为这种情况我们以前还没有经历过 实际上不管是在前苏联还是在毛泽东时代 对于经济的困境呢 共产党领袖这样的极权领袖 他都还是有一些解决问题的手段啊 像前苏联时代末期戈尔巴乔夫提出了 向自由化方向的改革 在毛泽东时代呢毛泽东实际上因为经济问题 他有两次妥协和后推 一次是在1962年大饥荒刚刚结束的时候啊 他让邓小平和刘少奇出来主持工作 还有一次是在1973年 在文革把整个经济搞得很糟的时候呢 让邓小平有所付出 在经济领域所谓有限的纠正文革的错误 就是说哪怕是在苏联时代和毛泽东时代 当时的共产党领袖还有一定的面对现实问题的 心胸和解决问题的意愿吧 而现在就完全是无视问题 就完全就包裹在自己的谎言里面 以为靠吹就能够解决 那这个结局我想会是很惨的嘛 这其实也是我们以前还没有遇到过的一个状况 实际上他打不打台湾和中国的经济呢 没有太强的联系 他主要是从政治和军事角度考虑的 现在习近平之所以没打台湾呢 并不是因为他经济很糟 他处理不过来 实在是因为力量还不够 就包括从去年开始火箭军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是中共现在也忙不过来 习近平又在外交系统搞清洗 又在军队高层搞清洗 很可能这个中共导弹的良品率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有人说他导弹里面装的不是燃料是水 2022年中共搞过一次导弹发射 到南海地区打了四发导弹 特别有意思 南华早报说打了四发 中共的官媒说只打了两发 另外两发哪去了呢 后来说落到广西境内了 去年南希佩洛西来到台湾以后 中共又搞了导弹试射 11发导弹里面有5发调到了日本专属经济区 所以你算起来呢 好像这不良欲都是有50%左右 所以中共军队的质量能不能打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习近平最主要考虑的问题 是 你认为台湾这方面要怎么避战 不让这个战争到了 还是你觉得就是会到的 当然我们讲的这些呢 只是一种可能性的推测 你不能够把希望建立在习近平 确实他的善意 所谓善意的基础上 或者是建立在中共军队是指老虎的基础上 对台湾来讲的当然是料敌从严 是把风险估计的高一些 像对外军购啊 国军的换装升级啊 这个要加快进行 在外交上和美国和日本的合作 加速融入地区 我觉得这些也都是应该推进的啊 只有台湾自己强大才是B站的途径啊 你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对手的衰落之上 一直以来大家都有在讨论抖音或是TikTok的风险 那我那个时候认为可能不至于这么严重吧 大家应该会知道说这后面是中资啊 有所谓的党支部 但这次总统大选之后 我发现问题远远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 各位对于这种中共利用这种海外的平台啊 去戒选也好 或是去洗脑台湾人 其实他不只洗脑台湾人 就是在加拿大也好 或是在欧美也好 他都是试图用这种文化 用这种输出去影响当地的人啊 那不知道两位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从人性的角度来看 TikTok的对台湾的文化侵略 我觉得还蛮令人担忧 而且这个问题很棘手 因为你就想说今天有一个 应该先问说大家上网是为什么 大家上网大部分人是为了要娱乐自己嘛 就是为了爽 那今天有一个平台免费的 然后可以娱乐你 你要不要用 有可能你不用 可是渐渐的过一段时间之后 你旁边的人 都在用的时候 那你会不会用 你可能就会用了 你可能想说不然下载来看看 当你身边的人都在用 你不用的时候 你就会跟他们没有话题 就会脱节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 TikTok上面会有这么多年轻人 我觉得有一部分是这样子 因为学生他会需要跟他的同班同学 或其他朋友要有一个共通话题 大家都在聊这个时候 他们就也只好去用这个东西 但是有一些人他没有意识到说 就像你说的 他可能不知道中共在背后有干预 就是TikTok他是中资的 有些人可能对中共也不太了解 特别是一些年轻朋友 他在政治上可能还是政治小白的阶段 那当他在用这种中共大外宣的软体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无意间吸收到很多 中国好的一面 然后贬低台湾的一些负面假消息 像这次选举就是应该有 蛮多人也有细心的有观察到 就是选举上面很多攻击执政党的影片 最近不是我那个作票的言论吗 作票这件事情从开票前就已经有在传这些东西了 然后当时也有一些网友传给我看 那开票完结束之后呢 当天晚上就是马上就烧起来 质疑台湾的民主制度啊 然后撕裂民主制度啊 所以我觉得对于年轻人用这个平台 你要说你要怎么样去给他应对吗 我觉得现在要进很难了 因为大家都在用 我们只能就是多宣导 然后积极地进行其他的平台 像是YouTube或IG这样子 我在推特上有看到有人 他试图上传三个候选人 他弄AI换联嘛 他就把这三个候选人弄成那个跳科目山 结果柯文哲上传成功了 侯友宇上传成功 蓝星德上传失败了 他不能换就对了 他不能在上面跳科目山 或是做一些辟谣的东西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抖音它是把碎片化的时间压榨到极限 对于这个课业比较重的青少年来讲呢 是有很强的吸引力 他只是在短短的一分钟 几分钟的这个时间之内就抓住你的吸引力 然后呢就像上影一样 让你不断的看下去 那现在有人总结呢 这样的平台它是95%的娱乐 加上5%的它需要灌输的资讯了 就足以影响到年轻人了 因为在自由世界涉及到言论自由的问题嘛 就是说大家都要有发声的渠道 所以呢 禁调抖音通常是很难做到的 如果美国都很难做到的话 台湾也很难在这方面走到很前 所以一般来讲在反渗透这些方面 在对抗中共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宣传途径的渗透方面呢 美国这样的大国它是扮演着非常强的示范作用 台湾自己的这个体量和影响力 它要做的话会被骂死 一方面是需要有更多的平台加入竞争 这个是需要产业环境的变化 你像Elon Musk 他如果是收购了推特以后呢 那改名叫X 那自然的整个调性会和原来有一些不一样 这是期待商业环境出现的一个变化 另外在法律环境呢 现在看来只能在某一些特定的领域禁掉抖音 比如政府部门军队还有一些特殊敏感部门 它不能够使用有可能带有中共后门的这样的软体 第三方面呢 就是可能在教育方面是专门需要像台湾这样的敏感地区 有这种资讯安全方面的教育 可能要进学校也许能够起到一定的平衡作用 但是这个对于年轻人受到影响 我也并不完全悲观 因为年轻人的思想也是在变的 年轻人也分成好多阶段 你比方说25岁到29岁的年轻人 他和25岁到20岁的年轻人想的就不一样 因为25岁以上的年轻人已经工作了 他已经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了 那么这像抖音这样的短视频平台 也许对他的影响就会小 那抖音目前主要使用者是在20岁以下的 所以实际的影响呢 我们要在今后几年才能够看得更清楚 是 好那文章老师以前有没有想过 经营中国的网路平台 还是说你以前在中国当过类似工资的这种角色 在中国没有啊 在中国我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上班族 也就是出来以后嘛 出来以后我是在新唐人电视台 做了比较长时间的评论 那后来呢是有这个互联网兴起以后 我觉得这个途径很好 你可以自己的直接和你的受众建立起互动 就不像传统媒体啊 需要编审啊导播啊 就是各种各样的环节 那这种联系来得更加直接一些 我就想尝试一下 两位有没有面临过退坟的危机 就是哇你真的已经影响到你心里了 那种感觉 退坟危机我最近就有经历 我最近大概被退了五千吧 快五千 原因是为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 原因是前举期间就是 因为我们做这方面就是中共议题的 就是只要有跟中共沾到边的 或是我们觉得好像对台湾有危险的 我们就会选题出来做嘛 对 那当时我就觉得 我就看那个新闻 就是徐春莹的新闻 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就在这边不赘述 反正我就是做了徐春莹的议题之后 就开始网路上会有 他们自称是柯文哲的支持者 然后来我的频道上面各种洗版 然后闹啊什么的 有些是本来有订阅 然后就退订阅 然后我前后这样被退了 大概退快五千 那天的盛选那天我开直播 香槟清除我被退了一千多 那最主要是一开始其实 我认识的网红里面 你是第一个出来做这种 民众党或是柯文哲议题的 其实我发现为什么这次比较少人敢做 因为他们出征的状况太严重了 因为我之前本来没想到谈柯文哲 我就是专心聊我的中国议题 我是被迫表态的 每天他们就一直来下面 你怎么知道聊一下谁谁谁 你为什么不支持柯文哲 我后来说不了 我就不支持 然后我就被退粉 那文哲雄文哲 我经历过两波退粉 第一波是在2018年 当时是完全是YouTube后台操作的问题 就是你的粉丝涨上去 突然有一天啪掉下来 我查了一下我有一天是掉了一万七 他就是直接后台给你剪下来 所以当时谈这个中国时政问题的 播主们很多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那这个事情后来反馈的多了以后 YouTube纠正了 第二波是最近发生的 就是由于自媒体人 这个环境中的一些互相攻击事件 然后导致我退粉少了几千 就一个月之内少了几千 但是后来我来台湾以后 谈到一些比较热的话题 又慢慢涨上去 但这个事情我就不去讲太详细了 因为讲得很详细 又引起这个人之间互枪互争 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特别觉得 实际上台湾的YouTuber之间 彼此的氛围很好 合作性很强 像台湾的网红成立了新媒体协会 像大家互相feed这样一个环境 互相拉抬 互相提携 我觉得很好 因为这个流量是互相帮助 是越做越大的 而在简体中文 在政论这个圈子里面 互相攻击和互相倾讶 互相举报 这个实在是太常见了 所以我觉得真的 我们做时政的这些自媒体人 应该向台湾年轻的YouTuber们 好好学习 就即便到了海外反共权也是如此 也是如此 太细节的不说 因为说的太细节又得罪人 是 这个我们私下知道就好了 这个就不放在台面上 反正要再聊 想问一下文章老师 你觉得中国应该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才有可能变成一个 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确实 首先共产党要离开 它必须离查 那这个集权的环境限制人们说话 结社自由的环境得改变 确实民主素质的培养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民主素质它需要人们有妥协精神 习惯于通过协商妥协来解决问题 你不能说一言不合我就掀桌子 那怎么样都搞不下去 第三民主也是需要有一个程序正义透明的环境 如果每次选举都有人做票 有人去汇选 那也搞不出来 所以确实是比较难的 那这里呢 我倒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早年我看托克维尔写的 论美国式的民主 他特别提到了民众参与司法 这样一个锻炼人民民主习惯的方式吧 就是组成民众陪审团 那么陪审团大部分所参与审理的案件 就是自己社区生活中的案件 那么人们首先有兴趣 有这个热情参与 就是你帮助这个社区维护公正 对你是有益的 因为今天如果发生了不公 你不去纠正他的话 明天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你身上 他容易建立起社区的连结 同时呢 因为陪审团要讨论案情 要达成一致 有表决 他也是在走一个司法程序内的民主程序 那大家参与的多了 那渐渐的民主素质就培养起来了 那这只是提出一个观点 供大家参考 我看过文昭老师有做过一个印度的影片 有专门做印度议题的 最多小粉红在问的是 中共民主后来绝对变印度 老师怎么看 每一个国家有它自己的问题 印度的民主 它肯定说不上是成熟 因为印度这个国家有一个独特的问题 就是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国家 它是原来叫英属印度 那么后来印八分之以后 它是把虚许多多的民族合在一起 有上百个民族 所以像这样的国家 它建立以后一个非常主要的任务呢 它是维持这个国家不至于分裂 所以它的民主就很难有什么有效率 就是它总是在考虑大家怎么样不分家 它就很难有特别强的公共政策 不管是在税收上 还是在公共建设上 像一条铁路 它很可能有一个途经的帮一个少数民族跳出来说 要误过我们一座神山 我们就不让修这座铁路 那换造别的国家 强有利益的政府肯定就推进下去了 那像这种多民族合成的国家 在这个中央政府这一集 很可能显得就比较软弱 它可能就会铁路绕过去增加成本 或者造成这个工期的延大 所以首先这个新造之国 它所有的民族要融合在一起 有强烈的国家认同 这是比较重要 这是它几十年当中的一个 最重要的任务 它必须走过这一步 你才能够体现出 它这个民主的强大的生命力 能够给社会带来的改变 好 那影片的最后来问一下两位 就是你们对今年的自己有什么期许吗 我对我频道的期许就是 我去年卡在101 卡了整整一年 但我刚刚听文章老师分享 我感觉我也是遇到类似的问题 就是我频道会成长到一个点 我要过102的时候 然后就往下掉 然后再上去上去 然后又再往下掉这样 所以我会再跟YouTube反应看看 然后希望今年可以过102万就好了 小小期许这样 好 那文章老师 我觉得我的观众呢 还是比较局限在中老年人 所以我今年的愿望呢 就是希望多向各位年轻的大V学习 能够把我的观众拓宽 各个年龄阶段的 我们这边最大是你 订阅最多的 不 今天坐在这里最年长的也是我 也希望向各位学习 特别是各位这个 在年轻人当中的影响力 也希望多沾沾两位的观 我今天是来上课 我今天是来上课 好 那今天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 我不喜欢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然后啊 如果你们不喜欢我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波特网的频道 跟文昭老师的频道 有两个啊 文昭老师有两个频道 一个叫做思绪飞扬 一个叫做文昭唐鼓论金 都订阅起来 好 我是八九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拜拜